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奥奥多老海 这个老乡的一个小米的电视机 这个开不了机 我们已经插电了 但是这底下这个灯也不亮了 按了也没反应 所以这个我们怀疑电源什么有问题 把这个拆开来看一下 它这设计主板可以单独插手 跟我上次修的乐台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吧 我上次修的乐台是这个输出接口坏了 然后这一台是好像是开不了机 没有反应 先测一下保险师又没有断了 哎保险师没有断 插电检测一下这个电压 300V好像也有 测一下输出 好像都有呗 12V也有 它就开不了机啊 现在 嗯 我发现按了开机键之后 这个灯好像在闪 这个底下的红灯在闪 上屏电压12V也有啊 那现在应该是开机状态 背光不亮 所以我怀疑这是个背光的问题 背光电压也有 那可能是背光的问题啊 这个机子已经开机了 这个机子已经开机了 拔电 我们把这个背光拔下来测试一下 可能是灯条坏了 现在测灯条之后 它底下这个灯条没有任何反应啊 那么应该是个灯条的故障啊 灯条故障 又要拆平了啊 修了这么多的台电机 第一次用这种没有边框 上面没有螺丝的 都是硬撬的啊 这种拆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风险别低 哇 终于把它搞开了 全部都没有边框 没有那种螺丝啊 都是卡扣 哇 哇 在这边好几个虫子 看看这个灯条啊 两条还是四条 这个绿机板啊 这两个 1234 12345 10个灯啊 很简单的 然后我们测一下是哪一根坏的 还是都坏了 这根亮了 这根不亮 这根不亮了 没反应 这个灯条不知道好不好找啊 再找个灯条试一下 人找找的话就找得换 找不找再想办法啊 我们这个新买的灯条也到了啊 我们先来测试一把新家伙 嗯 这个没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看 变牙啊 嗯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我可以 把这个原来的拆掉啊 它这个原来的固定方式也特别简单 基本上就是那个塑料卡子固定的 安装稿也都没有问题 现在呢 我们为了延长这个灯条的寿命啊 还是承认老习惯啊 跟每个灯条 它下面啊 我们都打一点那个 导热归纸 因为这个是铝器版的 你导着导热归纸的话呢 它就跟这个后面的 这个金属后盖上面有接触 会把热量倒到这个金属后盖上面 这样的话灯条的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好 为了结合紧密点啊 把两边用这个高温胶带切一下 嗯 这样处理的话 这个灯条的寿命肯定会大大增加的啊 它这个 跟这个金属面接触 然后打着硅脂 散热会很好 好 哈哈 里的 峰 插电 灯在哪里 我在地下 开机 好 试一下 OK了 这个小米钓饰 终于把它搞定了 一个32寸的小米的小零零电视机 给它换个灯条 然后改善一下灯条的生存环境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朋友可以 感谢观众转发和点赞 拜拜